然後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軟Q啊 真的軟Q 錄影 錄到完我可以 我曉得被罰罐了 它是一個 骨骼 肌肉 膠原蛋白 三效合一 全方位照護到的一個東西 五十加 Plus Plus 我早上吃的那把裡面 通通有 都有 維生素C啊 是 D啊 然後 鈣啊 然後鎂啊 全部通通有 而且它不只有 它還加量 Plus 有 然後呢 現在就這樣一天兩顆 我都可以去爬後面 為我們家後面有一些步道 然後我接下來還有想 負重去爬 很好啊 大概爬個十公斤 十五公斤 對 如果我們想要跟 傻偉一樣有這麼精采的生活 我們一定要提早做好 我們身體的保養 身體的保養 一定是從骨骼 肌肉開始 每天不論做什麼活動 一定會用到的就是 骨骼跟肌肉的部分 骨骼跟肌肉 這個要保養好的話 我們常常都會跟病人說 我們主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要有 均衡的飲食 第二件事情就像戴維姐一樣 做適當的運動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有 對的這些保健食品的使用 我們的骨骼裡面分成 主要是有兩個成分 70%它主要是無機物 像是這些鈣磷等礦物質 這些堅硬的物質來組成的 另外30%它是膠原蛋白 就像剛剛有講到這膠原蛋白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骨頭裡面的鋼筋 那鈣是水泥的這個部分 另外維生素C 它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 維生素D的話 它可以去促進我們對於鈣的吸收 鎂它是有助於維持 我們肌肉正常的功能 50歲以後我們身體裡面的鎂 的存量會降低 另外維生素D的合成能力 也會下降 尤其是現在很多人 它很少外出 或是即使外出的 它可能會做好非常好的防曬 都沒有曬到太陽 這些族群更需要去注重 維生素D的攝取 可以讓我們在50歲以後的生活 可以四處的遊山玩水 然後享受這個樂活的生活